為什麼呢? Hello大家好,我是Bonnie 今天有一個新嘗試 就是去做Pilates 一直以來對Pilates都很有興趣 但奈何一個Session真的太貴了 所以一直以來只有一個想字 沒有真的去做這件事 但最近覺得不如試一下 試一次看看感受是怎樣的 因為聽到我身邊的朋友做Pilates 覺得很好 然後又看到很多韓國女團的明星 都是做Pilates的 身材又很好看 感覺上比起健身來說 Pilates比較靜一點 比較舒服一點的感覺 沒有像健身一樣 要用很多力的感覺 所以就決定報名了 現在是剛剛下班 我要準備去穿衣服 然後出發 今天的OOTB 今天外面有點冷 剛剛去完做Pilates 之後去做GEM 今天很勤力 今天做完Pilates之後 覺得Pilates真的很好玩 我們去上課 一開始 老師就有摸我們的腰骨 盆骨 去了解一下我們的Pox 然後就開始Warm Up 雖然說Warm Up 但我已經做到出行 整個過程中 我也有用到Reformance 即是這部機 我覺得很好 我原本以為整個過程中 會是在尖上 不會用到機 因為我們現在是初級 總之整個Pilates的初體驗都不錯 在做每個exercise的時候 其實都挺累的 真的會出汗 要用盡全身的力 去Hold住那個Core 去學如何呼吸 而整個Session 大概50分鐘左右 但是你會覺得 在這50分鐘裡面 你做了很多事情 而只是過了半小時的感覺 即是你會覺得時間 過得很快 不會有一個位置會覺得 為什麼這套組做這麼久 還沒做完的感覺 做完之後的感覺 就是好像腰骨鬆了 很舒服 都是很累的 但是不同的gym 好像你用了很多力的那種累 而是一種 真的運用你全身的肌肉 去做一個動作的那種累 我在IGPo出來的時候 也有很多朋友來問 我覺得Pilates如何 如果你一直都很想試Pilates 的話 我很推薦你去上intro課 跟朋友一起 兩三個人一起去上 那個Core分開就會便宜一點 而如果你依然有猶豫的話 我就會建議大家 去看這個女生的影片 因為在第一課的時候 一個老師也是教我們 呼吸的技術 和如何保持你Core的肌肉 而在我們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我發現 我已經做過了 這些動作 那就是先前看這個女生的影片的時候 她有教過 而那些動作 那些的exercise 都很像 所以如果一開始你想試Pilates 而又覺得價錢有點貴的話 就可以先上下這個女生的課 然後跟著她做了 家裡做的話 就只是局限在MAT上做 但是真的去到studio做的時候 那她也會教你如何用reformer 和不同的機器 那真的上reformer的時候 我都挺激動的 一開始因為我原本覺得 第一課可能我也是把Gene做動作而已 但是真的去嘗試 在reformer做的時候 我都挺喜歡的 而且我的筋真的很硬 就真的感覺到 哇!是痛的 拉的時候 但是完了session之後 會很爽 今天一早起床的時候 就看到很多朋友 都投了昨晚 出了去看這個北極光 然後呢 我是完全不知道北極光這件事 我就是埋頭虎降地工作 做事 令到我覺得 最近是不是work too hard 連放了工的時間 好像真的沒有去留意一下 這個環境 身邊發生什麼事 感覺就是很沒有balance 自己的日常生活 但是太放鬆的時候 有時候我自己 又真的不是很感 我真的很怕 如果我一好放鬆 一好沒有預備的時候 突如其來 有很多事情發生 那又怎麼辦呢 有很多對於未知的恐懼 也都同時 很渴望那種 work life balance的感覺 所以今天呢 真的看一下 有沒有機會再可以看到 我上網查了 就是說這個北極光應該會維持五六日 昨天看到Vancouver 很多人都拍到 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一樣 在床上邊錄IG的時候 我是真的捨得到 有一刻就覺得 有時候社交媒體也是這樣 你會很羨慕別人做到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 而果然其實你是有機會做到的 但是你就是不知道你miss了那個opportunity 有很多時候你miss了那個opportunity 他就不會回來的 你miss了看不到就是看不到的了 但是今次我上網找新聞的時候 他就說會有三天 就是看一下我們今天好不好幸運 有沒有機會可以看到 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 有些後悔沒有做到miss了的opportunity 其實也有補救的機會 今天Vancouver真的超豪天救命 一早起床的時候 就已經覺得 哇今天搞什麼啊 好像已經進入了夏天一樣 Vancouver 今早一早就出去了Costco買菜 然後也做了很多的家務 很悠閒地喝了一杯咖啡 然後去看看書 但是突然有一刻就覺得不行 我今天不可以就只留在家裡 很想出去 那就馬上問朋友 今天有沒有時間可以約一約出去吃飯 所以就是一個這麼突然的約會 現在去那間餐廳 我想已經新開了一排 它就是專吃grilled chicken 以前一直也有看到 不斷叫著要出現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去 難得跟朋友出來 就可以去吃韓國東西 YA!我到了啦 哇今天超多人啊 外面完全一個泊車位都沒有 然後要到下面 現在我在的位置就是 North Road的Korean Town 這裏全部都是韓文 基本上吃韓國東西就是來這裡 今天要來的就是這間 奧啦啦 grilled BBQ Chicken 進去拿了位之後 就會看到桌上有一部機器 就可以直接在這裡叫食物 好像最近去的幾間韓國餐廳 都是用機器去叫食物 在餐牌上面 看到這裡竟然有雞腳吃 下次超想來試這個 這次沒有叫雞腳 但是我們叫了他們這個 DIY rice ball 簡單來說就是自己 親手做飯糰 它已經給你所有材料 把所有材料混在一起 就搞定了 然後叫了一個煎年糕 我覺得這個可以 skip 另外就是今天的主角 我們叫了這個 Rose Grilled Chicken 超好吃 它的雞一咬下去的時候 很滑 很多肉汁 它的醬汁也是很特別的 Creamy 但是有少少韓式的辣味 另外我們還叫了這個 Snow Cheese Fries 但是吃下去這個醬 有點像Honey Mustard的味道 好吃 配啤酒一流 嘩 什麼都看不到 我們現在 是 Rocky Point 近代近 北極光 好像很青春 這裡其實很多人 但是你們不會看到它 也對的 應該是要拿一個椅子來的 就可以坐在這裡等 拍一下你的樣子 雖然什麼都拍不到 拍到你的輪廓 最後的結論就是 有些機會錯失了 就是不會再有了 所以大家要好好珍惜每一個機會 結局就是 我最後還是沒有看到北極光 說真的 我星期六早上 看到所有的故事的時候 我真的很不開心 真的有一刻很想哭的感覺 就覺得 我為什麼會錯過這件事 真的大家走出門口就看到了 我平時都會錄一下IG 為什麼那天就是不錄IG呢 為什麼 以至到我翌日 才會有一個衝動 就是覺得 我一定要出去 我一定要去等 我們當時都給了一個停損位 自己的 就是我們等到11點半 我們就走了 一來夜 二來我們都不知道等到幾點 我們在那裡 一直等 等下去都不是辦法 而在那段時間 每晚都聽到其他人說 其實凌晨3點才會有 所以我又教了鬧鐘 凌晨3點 躲起來 跟我老公一起看看 有沒有啊 有沒有啊 但最後都是看不到的 都是沒有的 怎樣都要服 整件事都沒有了 那就去睡覺了 那一刻也覺得 其實 看不到就看不到 那又怎樣呢 之後再跟其他朋友聊天 其他身邊更近的朋友 他們很多都看不到 或者很多都其實不太在意 這件事 有朋友是 就算知道有這件事 都會覺得 他已經很累了 他只是想回家睡覺 他只是想休息一下 所以他們都選擇不去看 那突然之下我就覺得 是咯 其實我過一晚 可能都是 有其他的東西去focus 去做了 而那些東西 可能真的比起 看不極光更加重要 就算 人家看到 我看不到 那又怎樣呢 是不是真的 這麼錯失了機會呢 現在 這些說話 全部都是 好像有些 自我安慰自己的說話 但我想錯失機會 這件事 在我整個人生裡 我去回想的時候 真的不止 不極光這一次 無論是經營社交媒體 無論工作上 減科等等 在成長裡 對我來說 都是重要的環節 我的確都有很多 失去了機會的時間 在那一刻 總是會覺得 很不開心 很失落 為什麼會是我 而通常在這些位置 我都常常被罵 就是 我就是沒有這個魂 人氣上 工作上 這些東西 都好像總是不到我的感覺 是很真實 我想透過 北極光這一次裡 有一個很大的反省就是 究竟 我想要的是什麼 究竟人家有什麼 我是不是就要有什麼 我很記得以前小學的時候 我旁邊桌子 有一個筆盒 以前很流行的 那些 噗噗噗噗 彈出來的那些筆盒 我很記得之後回到家 去文具譜的時候 我爸問我想要什麼 我第一件事就是 我想要那個筆盒 因為別人有 我也很想要有 大過了的時候 看到別人 可能我去做YouTube很成功 我就想要他那種的生活 他入大公司很成功 我就想要他那種生活 但是那些的生活 究竟 是不是我想要的呢 如果我沒有 是不是就是代表我很失敗呢 可能 好像一路說 好像越來越誇張 但當我看不到北極光 看到其他人都看到的時候 我的確有一刻覺得自己很失敗 因為我明明就是做社交媒體 這些就是最好的時間 去拍vlog 去拍攝的時候 為什麼我會失去這個機會 為什麼我會拍不到那些照片 然後就是會有很多 去blame自己 但是有時候有些事情 真的好像這次整個經歷 這樣就是 錯過了就是不會有 我是不是要一直沉淪下去呢 還是我可以 找其他新的東西去拍 或者是 去捉緊下一次的機會呢 那 這個就是我自己 或者是大家的選擇 不知道這次北極光有沒有看到呢 在下面留言幫我聽 或者是你們過往經歷裡面 有沒有一些很類似的事情發生 這個就是我這次北極光的反思 好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Bye Bye 我們下星期再見 就會在下面留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